今年122歲的維尼斯雙年展 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藝術雙年展 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三大藝術展覽之一 如今每一屆展出 維尼斯城聚集來自數十個國家 數百位藝術家作品 而台灣是從1995年起 以台灣館的身份參與其中 本屆被台灣推選出來的藝術家 是長年定居紐約的謝德慶 我的作品的內容你都看到嗎 我什麼都不太做 就存在就在Ding Time 所以說那就變成最後那主題 生命就是度過時間 生命就是自由思考 生命就是生命的圖形 謝德慶從1978年起 開始發表五件一年行為表演 一生只有六件作品 相隔近四十年後 他首次在維尼斯同時展出兩件作品 打卡是謝德慶的第二件一年行為表演 在1980到1981年間 他每個小時打卡一次 一天打卡二十四次 沒有一天間短 工作的時間打卡 休息的時間打卡 睡覺時間打卡 你只要活著都是在工作 心臟在跳 通常在思考 連浪費 浪費時間 我都把一段作工作 當然我這個工作 在一個哲學層面來講 就會變成是這樣 不工作的工作 打卡 你說二十四小時不努力嗎 但我做什麼 我什麼都沒有做 等於說打卡沒有生產 那浪費時間這個就跑出來了 然後說那你在幹什麼 對不對 你想要一小時的空間嗎 我不可能去太遠嗎 我就要馬上回來當卡 就變成我的生活就要簡單到 就那就是你的生活了 你就不要再去想說 你要怎樣要怎樣 沒辦法你就沒辦法完成你的作品 那你沒辦法完成你的作品 你就什麼都不是了 就你會自由思考 那是你純粹你自己有的 其他你就 就是在那個作品裡面 就規定生活就對了 我就共十六厘米 來紀錄每一格 一個小時拍一格 那一天二十四格 剛好十六厘米影片是 二十四格它的速度剛好是一秒鐘 所以三百六十五秒 變成就那些作品 等於說一年的濃縮版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整個 也像動畫那樣 從頭髮 你彎頭一直到 到頭髮長出來 還有當卡鐘 這樣一直二十四小這樣在繞 那對我來講 一年作為一個單位 它剛好就是這樣 一個 比如說人類在計算 生命的一個最基本上一年 也就是地球 繞太陽一周 所以它就會牽涉到一個 宇宙的整個韻力 那你說我個人對於這種 做這種作品的苦 我自己變成在觀念上 我只是存活就對了 我沒有要去強調這一點 我的作品不是在講一個忍耐力 就是如果強調忍耐力 讓我就再多做一年 重點我不決定說難是難在一陣 做也不好做 可是說浪費時間沒有人要做 你會想是這樣的行為 你要說什麼 才叫做不浪費時間 對不對 國王有浪漢都在做時間 有什麼區培 你要講說 那樣過 我就沒辦法幹什麼 那都是遺忘的問題 對不對 那你這樣過不是很枯燥無慰 那就事實上就枯燥無慰 那你說我的平常現實生活 也不枯燥無慰 也是枯燥無慰 那你就說 你就顯得一樣 你要這樣還要那樣 因為這表示說 就表示我的生活 要顯得那個 比做這個更符合不來 就做這個還比那個有賺 乾脆就這樣講 你說存我就是受苦嗎 那很多人都想活著嘛 因為覺得還是很有意思 時間回溯到1970年代的台灣 在那個思想相對保守的年代 年少的謝德慶就嘗試了 相當驚人的實驗之作 比如說我在台灣做的 有跳樓嘛 曝光還有修不道路 就在台灣 在我這個年代 就是要 要去突破困境 外交環境 還是有很大的嚴肅性 就是讓我的自由度 沒有辦法發揮 那你說到你會 哇 對一個台灣的 那簡直是另外一個 可能說困境也是更大的 我就發現我 試了什麼都沒有辦法去發揮 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浪費 浪費時間是我最厲害的 當然這一點跟我一無所有 然後這樣去走過來 有關係 但是我不要說 沒有來紐約就 在台灣就不可能 創作什麼好作品 但是事實上也證明 外交環境影響得很大的 我來文醫師 是因為台北美食飯 邀請我 我平來之前我想用籠子那一件 跟大卡兩件 但是一聽到的時候 是這個地方是簡易 以前古代的簡易 那加上我又是一個籠子 因為我的籠子作品 本身不是去強調這個 我是強調一個 生活裡面的一個 孤獨簡易 而不是針對簡易 所以說那一件作品 就不再考慮範圍 謝德慶為每件作品 立下嚴格的規定 籠子把自己監禁起來 只有思考不受限制 打卡限縮了每個小時的行動自由 室外則是徹底也放自我 在一年內不能進到建築物內 因為你沒辦法進入室內 所以變成一年時間讓你走多遠 然後只要到那一天 最後一天你 你進入室內就對了 我在做作品對不對 很理性的規範一個規矩 我只要不換那個 遊戲規則的一個 意識時間裡面去做什麼 但是我真正進入了那裡面 我就是變成像一個 動物變成那樣在畫圍一下 所以我這樣一講就表示說 我根本不是在講一個所謂慘或者 或者生法的東西 我根本都是胡思亂想的 反正我就是要動用我的病人 然後去過我自己 自由思考 像我是愛乾淨的人對不對 第一我就想到 室外這件作品 什麼都不能夠洗到 我光是這一點我就可能就破功了 就沒辦法做 好 那這個作品太有魅力了 吸引我 就是說你在外面坐 也可以變成高級流浪漢 也可以怎麼樣 當然我不會每天刷牙 我都不刷牙也不 手都不洗的 因為我知道那種皮屋 那個層 就是說一直蓋好幾層 就變成那就是我的保護 你如果太乾淨 你反而沒辦法住在外面 這一次野果生活在文明社會嘛 對不對 所以人家問你說你住在哪裡 我說我住在第五大道 在紐約就是一個高級區嘛 因為人家也沒有 也沒有問你說你住在裡面還是外面 你要說我住在外面 住一年按道理來講應該是健康嘛 自然 對 當然那個問題又是另外一個問題嘛 就是生命危險 就是說外面隨時你沒辦法控制嘛 會遭遇一些意外 也就是說你要不怕死亡嘛 如果說你怕的話你連坐都不敢住在街上 那就是說你要有勇氣嘛 其實我一生的作品也就是一件 只是說這是在某一個段點 某一個片段的時間 我做這樣做哪 實際上沒有話 實際上也就是一生也就是一件 其實我的作品不是說你來看我的作品的觀眾 一直在看我的作品你就會看到作品 不是這樣子 因為不可看性是很強的 因為我的作品是行為表演 我不是在做紀錄的 我的作品紀錄那些只是一個 等於說一個證據嘛 一個留下來的痕跡 你要知道不一定要來看作品 你只要知道這件事真實的在進 只要相信說這是真實的 如果說你懷疑那就不成立了 我的這些文件只是一個起點 讓別人有一個知識馬跡 能夠啟動這個思考 然後去感覺去想像這個作品